今天呢我们来到彰化县原理市的 巴比松法式料理餐厅 来这边呢不仅可以品尝到美味的法式料理 还可以听我们Chris Love的讲解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听听看看他怎么说 台湾知名酒商杰斯米林国际董事长 也是台中一中杰出校友的刘明颖 致力推广酒的文化 所以2021年9月9号晚上 刘明颖特别邀请来自纽西兰的专业品酒师 Chris Love到彰化县原理市的 巴比松法式料理餐厅 分享如何品尝高品质的甘义白兰蒂 还邀请专业团队为Chris Love录制YouTube影片 希望透过网路让更多的酒友 深入了解饮酒的奥秘跟知识 最近Brandy has really taken a bigger place bigger role in matching with cuisine 所以 in the past we treated cognac as something just to drink on its own but I think people are really exploring different styles and different food matches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I'm excited about and the industry is exploring more 它是非常专业的 那讲的时候就是非常细致 而且那个清楚 那尤其是到最后来讲到 Volary Grand Champagne Cognac 这个的话就让人家感觉 这个Volary Grand Champagne Cognac的话 是非常值得去喝的一款酒 品酒师Chris Love具有葡萄酒WSET四级症照 是国际认证最顶尖的品酒师 对于喝酒又独到的高品味 他在影片当中说明如何品酒 如何判断酒的品质 以及如何收藏跟倒酒的知识 可以说让人对白兰蒂长知识 Chris Love也说 甘意白兰蒂香醇的风味 非常适合跟法式美食搭配 以彰化县园林市的巴比松 法式料理餐厅来说 餐厅的创办人陈群凡 跟爸爸陈景胡先生 因为都喜欢美食 所以陈群凡留学法国八年 学习法国料理技巧 回到台湾就在彰化县 蛋黄区的园林市 开了这家欧式庄园的巴比松餐厅 以道地的南法乡村风味 吸引非常多当地居民 甚至还有来自台湾北中南 各地的涛客前来品尝 由爱好美食的这些好朋友 来共享吃他的美食 他的美食的特点 他应该都会介绍 因为食材的选择 还有我们他的料理 都没有在化学添加物的之下 我们吃的都很安心 我们是南法地中海风格的料理 还有建筑物也是同样的风格 然后我就是给大家 大家有分享分食的概念 不是那个翻译单领那种很精致的 是比较属于家庭 属于大家亲朋好友 一起来用餐的一个环境 杰斯米林国际董事长刘敏颖说 台湾防疫政策做得不错 各地餐厅跟酒馆都逐渐开放 所以刘敏颖希望透过这支影片 结合更多优质的餐厅 让人不管在家里或是餐厅 都能品尝美酒跟美食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愉快 幸福跟美好 记者李金生 罗亚文 李佳金 彰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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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